大家好,我是George,洛世奇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设计模式的课程 我们先回顾一下思维导图 好的,我们之前讲了面向对象的设计的前两个部分 单一职责原则跟开放封闭原则 好,我们今天将介绍理事替换原则 好的,我们先回到PPT 理事替换原则,也叫理事代换原则 它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说子类型必须能够替代它们的G类型 也就是说一个软件的实体使用了一个G类 那么把这个G类换成寄生它的子类 它整个程序行为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是察觉不出G类对象跟子类对象的区别的 它主要就是实现了D偶合 就相当于说 就是说使用这个G类的这个类 它其实并不关心这个G类的真正实现 所以说它是D偶合 优点就是说可以很容易的实现 同一负类下各子类相互替换 好的,那我们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先打开Eclipse 首先我们先建一个工程 理事替换原则 这个简称LSP 我们建一个LSP的工程 好的,我们新建一个Mainclass 选中Main 好的,Main方法创建好了 先加一句打印 好的,没有问题 好,我们讲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G类 它的名字叫做枪 然后呢,它有一个方法 叫Short射击 然后呢,它是一个抽象类 是一个抽象方法 好的 然后呢,我们就有两个子类 继承于这个枪 我们一个是Rifle 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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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于这个Gun 我们做一个打印 Rifle Short 好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种枪 它是手枪 AddGun 它也继承于这个Gun 它也需要使用Short的方法 好 我们也打印一个 AddGun Short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个士兵 对吧 Serger 这个Serger呢 它需要 上战场杀敌 对吧 我们就有一个 Kill Enemy 然后用什么东西呢 要用一个枪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是 所以说我们就是 这个答应 Serger Kill Enemy 好,这个Gun 我们肯定首先要射击 对吧 射击之后 然后才能杀死敌人 好的 我们在Mine方法执行一下 我们又有一个 生命一个变态 就Serger 好 Serger 点 Kill Enemy 然后我们 你有一个 我们先用 破枪 杀敌 然后我们再用手枪杀敌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实行一遍 诶 好的 我们步枪射击了 然后 士兵杀掉敌人 对吧 我们手枪射击了 士兵杀掉敌人 诶 这个整个工作都是正常的 对吧 好,我们现在就用那个UML 来 演示一下当前的类的状况 你先打开StarUML 先把当前的状况先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首先有士兵 对吧 然后士兵呢 他有一个 然后我们还有 枪 对吧 然后我们还有 我们的 步枪 对吧 然后我们还有 手枪 然后我们这个枪呢 他有一个方法 就是Shot 对吧 然后Soldier呢 也有一个方法 是Kill Edit 对吧 然后他需要一个参数 Skull 类型 Skull Skull 对吧 好 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就是说这个 Soldier需要依赖鱼枪 对吧 对吧 他不管是什么枪 他必须依赖鱼 然后呢 Rifle跟Head Gun 都是枪的 子类 都是他实现 当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回到代码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又新增了一种枪 叫Cullier Gun 这是玩具枪 然后他比如说他也计成枪 对吧 玩具枪他也计成枪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需要实现这个Shot 但玩具枪 你知道是不能射击的 所以说我们 Forey Gun Can't Shot 对吧 好 我们这时候 把这个地方改成 Forey Gun 会怎样呢 那么就会发现一个很搞笑的结果 就是 Toyer Gun Can't Shot Soldier Kill Enemy 这明显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就说明了 我们当年那个设计 就是违反了 理事替换原则的 就是说这个子类 它其实不能替换Fle 因为它替换之后 我们就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人间不能正常的运行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重新改设计 对吧 那我们就需要新加一个类 叫Weapon 对吧 Weapon Gun 然后呢 这个Weapon Gun 来实现真正的 Shot方法 对吧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的Rifle 其实是 以而继承这个Weapon Gun 然后我们的 Eat Gun 也要继承这个 Weapon Gun 然后这个方法也要改成 Cure Enemy 这个方法也要改成 Weapon Gun 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就编译不过了 因为Toyer Gun 它并不是一个Weapon Gun 不能用来杀敌 所以这个地方就只能改成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就只能改成可以 真正Weapon Gun 的类类 就比如说Rifle 这样 这样 这样它才可以正确运行 好 这里有点问题 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方法 把它关掉 这个地方是Extract Cast 好的 稍微有点问题 重新执行 好 这样我们就看到Rifle Short 整个词形是正常的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UML 我们打开我们的StarUML 好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 过程是怎样的呢 我们加入了一个 Toyer Gun 这个时候直接继承 这个Gun 是有问题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 重新 加入了一个新的 叫 Weapon GunGas 然后让Rifle跟HackOn 继承这个WeaponGun 这个Short方法 增加一个Short方法 对吧 最终我们就变成 这样的一个设计 这个地方转入参数 也要改变 转入参数变成了 烟空档 对吧 这样 我们就可以 满足我们的 理事替换原则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Soldier 能正确地工作 然后能正确地 Kill Enemy 这就是我们的 理事替换原则 好的 好的 这就是理事替换原则的 一个简单介绍 谢谢大家